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电池和帕瓦欲通巡逻 帕瓦没等电池就一锤子收拾掉海生恶魔 马其马却好像不太满意 因为公安杀是民间经手的恶魔属于妨碍业务 理应逮捕 让帕瓦做事前先想一想 也让电池要负责管好帕瓦 虽然他能操控学来战动 却会动不动就激动起来 感觉有点不适合当恶魔猎人 这一点都不想威胁的话 直接让帕瓦把所有责任推给电池 说是电池要他杀掉海生恶魔的 两人像个小朋友一样互相吵起来 马其马一句话直接让帕瓦安静下来 他不介意随在车后退 反而比较想看他们大线伸手 帕瓦唯唯诺诺的答应 电池却满脑子想着要揉胸部 自场闹剧结束后 帕瓦说只有猫能和自己相处得来 很讨厌人类 也很讨厌恶魔 因为自己的猫就是被恶魔抓走了 还没来得及找回就被马其马带走 帕瓦说如果电池能从恶魔手中抢回帽子 就让电池揉胸部 电池一定是个好机会啊 整个人瞬间干净满满 身为恶魔猎人 绝对不能放过绑架猫咪的恶魔 法师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帕瓦知道抓走猫子的恶魔在哪里 问题是恶魔发现帕瓦时 就会拿猫子当盾牌 所以无法靠近 电池非常认真的听 啊抱歉 是非常专心的欣赏着美景 并和帕瓦说波奇塔的事情 虽然已经没办法再抚摸他 但电池知道他还活在自己的心里 大瓦忍不住吐槽人类真愚蠢 死了就是死了 说什么还活在心里这种蠢话 电池虽然想反驳 但看在胸上也懒得说什么了 此时的马其马和上层讨论着最近捡来的狗狗 上层提醒马其马要好好工作 千万别投入任何感情 在回去的路上 招川还是提出对电池的不满 马其马说所有恶魔都是带着名字出身 恶魔的名字越是骇人听闻 本身的力量越强 像咖啡这种完全不可怕的词 就算有咖啡恶魔也肯定很弱 反而像汽车恶魔 会给人被轮胎粘死的印象 所不定会很强 所以马其马觉得能变成电剧人的电池很有趣 早传说只是有趣罢乐 却完全拍不上用场 公安的人都具有目标和信念 电池却只想得过且过的活下去 根本不适合来公安 电池和帕瓦来到一处较外 帕瓦只向不远处恶魔所在的房子 两人一步一步慢慢接近物质 见帕瓦靠得有点近 电池好奇不会被恶魔发现吗 帕瓦停下脚步 变出一把锤子把电池打晕过去 接着把它拖进物质里面 原来是帕瓦为了救下帽子 答应会带人类作为交换给蝙蝠恶魔 他因为被人类弄伤才躲在这里 稍微发力让电池口吐鲜血 蝙蝠恶魔喝了几口鲜血后 嫌弃电池的血很难喝就把它扔在一旁 难喝归难喝 蝙蝠恶魔的右手在喝的血后就长了出来 他挑到屋顶上 准备猎杀城市内的其他人类 帕瓦让蝙蝠恶魔把帽子还回来 没想到蝙蝠恶魔为了惩罚帕瓦带了难喝的血 不手心用一口把帽子吞了进度 帕瓦陷入回忆 帕瓦第一次遇到帽子时 他已经瘦得皮包骨 帕瓦一开始说要把他养肥后才吃掉 还主动照顾其他的饮食 但在长时间的接触和照料下 帕瓦已经没把帽子当成食物 也是在那时遇到了重伤的蝙蝠恶魔 帕瓦看着被吞下去的宠物 整个人都失神了 缓缓转头看向电池 也明白他无法再抚摸波奇塔的那种心情 任由蝙蝠恶魔把他抓走生吞进度 满血复活的蝙蝠恶魔精直飞向城市 准备饱餐一顿 转头一看才发现电池跟了上来 蝙蝠恶魔一把甩开电池顺势抓住他 电池抓着拉环回向起一段记忆 波奇塔在某天突然不见了 电池找遍镇上也不见他的重影 还好一回到家就发现了波奇塔 在那晚松了一口气后就一起睡着了 但帕瓦的帽子被夺走后 他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入睡呢 电池拉动拉环变成成电巨人 接着砍断蝙蝠恶魔的手臂 一个女人刚走出了房 两个恶魔就刚好跌了进去 电池让女人赶紧逃走 自举动让蝙蝠恶魔无法理解 电池快速接近一拳把他打飞出去 两个恶魔就这样在城市中央展开激烈的打斗 电池一刀划开蝙蝠的胸口 蝙蝠刺痛打向地上造成周围尘土思飞 电池躲过攻击后发现有一堆腹肢 连忙叫他们赶紧逃走却差点被打中 蝙蝠不理解电池救下人类的行为 抓起一旁有人类的车子丢向电池 电池把电锯收回去硬生生接下车子 你以为电池是为了救下人类 他才不管男人的性命 把车子丢回给蝙蝠砸在他的头就瞬间爆炸 蝙蝠被烧上从嘴巴变出个肉管子 猛的一吸一吐气 直接把电池吹穿几栋建筑物 蝙蝠抓着男人向不电学来恢复 却听到滋滋的电剧声 电池当然还没倒下 他可是为了揉到胸部 吃尽苦头才走到现在 却一次都还没有揉过 当然不会放过吃了怕娃的蝙蝠 自属丝把蝙蝠吓坏了 抓起石头扔向电池却被直接砍断一半 蝙蝠此时已经被电池吊着来打 电池高高跳起 刷刷一电剧解决了蝙蝠恶魔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懂玩的世界